进入6月下旬,沪港通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都是超过20亿元的净流入 而且呢,最近的基本是每天30亿元的流入了 6月24号,英国退休的那一天是疯狂流入57亿 而且呢,目前的余额仅仅只有600多亿 按照现在这个节奏,估计也就共用20个交易式 那如此的流入一样,这对于先天平雪的港股无疑是一剂强新增 沪港通额度最多还剩一个月 那业内预测,深港通在沪港通额度用完之前肯定会宣布的